红包返现 短期火力 简单游戏 缘何让人无法自拔 就始终有一种心理 相往会捞的心理 但是就是越险越深 案件调查层层失注 幕后主使究竟是谁 闲人的所有Q号 没有闲人的真人信息 我们怀疑该群并非群主一人做案 可能还有其他通话 面对网络世界中的种种返现大片 我们如何明辨是非 察觉真相 敬请收看平安365 有去无回的红包 家住河北省秦皇岛市的李雪 今年三十有四 自从跟丈夫结婚后 便辞掉工作 专职做起了家庭祝福 在相夫教子之余 李雪也经常会关注一些投资之道 希望能够赚些钱贴补家用 帮丈夫减轻一些负担 平日里除了学习理财知识 李雪最喜欢的交遣方式 便是约上三五好友小聚 在与好友的一次相聚中 李雪遇到了一位成功人士 而让他不会想到的是 这一次的相识 却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我们朋友在一起 就经常在一起聚会 有一次通过我的一个朋友 认识了一个中年男士 穿的也好 说话 气质方面就感觉 事业上肯定特别好 特别有钱的那种感觉 自该男子落座后 李雪便注意到 此人衣着考究 谈吐不凡 言语中似乎透着成熟男士的气质 在李雪看来 这名男子俨然是成功人士的代表 在大家的聊天中 该男子自称姓周 是一家金融机构的理财经理 同时这位周先生还说到 自己对于如何理财颇有研究 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 每年都能有几十万元的纯收入 听到这里 李雪顿时对这位周先生 产生了好奇 希望能听听他赚钱的门路 那我就问了他几句话 我就说 是不是在投资做什么买卖 或者有什么发财的路子 就说帮帮朋友或干嘛的 我想跟着他一起赚钱 在听到李雪对投资理财 颇有兴趣时 周先生继续说道 富贵险中求 能承受多大风险 便能带来多少回报 自己今天的成功 也少不了多年以来的努力 同时周先生继续说道 凭借自己出色的理财能力 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由于缺乏人手 自己正在寻找一个 有理财经验的得力助手 如果李雪愿意 可以跟着自己一起干 听到这里 李雪感到机会来了 他想到自己平日里 就学习相关理论知识 又有一定的相关经验 正符合周先生的 用人标准 想到这里 李雪当即表示 愿意跟着周先生 一起工作 紧接着周先生 向李雪介绍来 一个抢红包的QQ群 在这个群里 每天定时 都会由群主组织红包游戏 但是会有一些规则和雷点 如果触碰到了雷点 那就必须接受惩罚 具体玩法为 在游戏开始前 群主会标注一个 0到9之间任意的数字 为雷点 随后 由群成员 向群主发送金额为 20至200元之间 金额不等的红包 如果群主抢到的 红包金额尾数 与雷点一致 即为中雷 中雷后 群主需按规定的 1.5倍惩罚比例 返回现金 给发红包的人 若未中雷 红包内现金 则归群主所有 如果群主 如果发200的包 要说尾雷 它射成5的情况下 假如你抢到21.5 或者是0.05 或者是1.5 只要是尾数是5的 你都要1.5倍的 赔给群主 也就是说 群主发200 你就得赔给群主300 在了解了这一玩法后 李雪有些犹豫 虽然看似有机可乘 但这万一中了雷 也会血本无归 而就在此时 周先生说到 自己在刚接触 这类游戏时 也有过同样的想法 但参与久了 便摸清了一些门道 凭借着这些经验 现在每个月轻轻松松 便可以月注2万余元 说到这里 李雪心中 也产生了不小的疑问 本以为是跟着周先生 做大买卖 可没想到 却是参与网络游戏 当李雪说出心中的疑问之时 周先生答道 自己也正是通过 这样的网络小游戏起步的 看着李雪迟疑不绝 周先生再次强调 这个QQ群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想进QQ群 必须有群内的一些QQ号 等级较高的成员邀请 才可以 如果李雪感兴趣 自己可以作为介绍人 将李雪拉进群 周先生强调 只要摸进规律 必定是输得少赢得多 同时周先生也一再强调 想要在这个行业 有一番建树 并不容易 在这个QQ群里的摸爬滚打 也算是自己对李雪的一番考验 起初就是抱着矫情心理 感觉自己运气没有那么差 不可能每一次都踩雷 总觉得自己能获利 正是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 李雪进入了该群 在刚进群的时候 李雪一直保持着 极为低调的观望态度 既不发也不抢 而是静静地观察着 群里的一举一动 一段时间后 看着群里的好多成员 都小赚了几笔 李雪再也按捺不住 内心的冲动 开始就是发小包 后期稍微赚上一点了 赢上一点钱了 就野心越来越大了 我就开始发大的 二百块钱一个包了 渐渐尝到甜头的李雪十分高兴 在她看来 这种方式既刺激又来钱快 此后的日子里 只要一有时间 李雪便会进入该QQ群里 参加游戏 虽然偶尔也能小赚几笔 但与刚刚参与是不同 李雪发现 自己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差 就始终有一种心理 相往会捞的心理 但是就是越显越深 捞不回来 在侥幸心理与利益的居始下 李雪已经完全不能自拔 只要一有时间 便会疯狂地参与集中 在参与游戏的半年多时间里 李雪挥霍掉了家中二十万元的积蓄 由于平时 李雪掌管家中的经济权 直到花光所有积蓄 丈夫小刘都不知此事 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 李雪始终觉得是自己不得要领 而当她想请教所谓的高人周先生时 才发现 这个周先生早已音讯全无 直到这时 李雪才幡然醒悟 自己很有可能遇到了网络诈骗 2018年4月27日 李雪来到青荒岛市公安局 府宁分局报了案 了解了案情原委后 警方立即立案展开调查 此刻仍心有余悸的李雪 向民警反映 丈夫一人挣钱养家 本就不易 被骗走的这二十万元 可以说是家里的全部积蓄 因为这点钱天天打架 日子都快过不了去了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 幕后真凶如何浮出水面 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手段 传续到杨勇 在广东 有一条汽车的销尾章记录 案件调查层层深入 警方如何精准定位 实时抓捕 我们在这个厅厂里边 找到了这辆车 平安365 有去无回的红包 正在播出 经过对案件的初步分析 在将该案定性为网络诈骗后 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侦破工作 绑案民警 首先将调查的重点 锁定在了周先生身上 同时 鉴于游戏过程的特殊性 警方认为 该涉案QQ群的群主 同样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查 周先生使用的是虚假身份信息 而通过共同好友 手机号及QQ号等信息 也均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为了第一时间侦破此案 警方决定 及时调整侦破思路 将调查的重点 放在案件的关键人物 群主的身上 我们怀疑该群 并非群主一人作案 可能还有其他通话 然而 面对只有一串数字 作为身份标识的网络事件 调查工作 该从哪里着手呢 没有闲人的真实信息 而且他所有的QQ是转账 我们根据被害人的陈述 我们来去找他的资金流向 在确定了侦查方向后 办案民警 立即对涉案QQ群内的资金 往来进行了调查 经过对大量虚拟信息的层层剥离 及红包体现详情的细致分析 警方最终确定了 QQ群主的真实信息 杨勇1987年出生 祖籍湖南省长沙市 各地工商户 同时警方也对其活动轨迹 进行了摸牌 发现杨勇很有可能藏身于 广东省深圳市 后期我们也去深圳去了解 相关情况 就是比如搜一下杨勇的 转住信息了 乌工信息了 我们都没有找到 深圳市素来便有移民之城的别称 这里外省人口众多 人员流动极大 如何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疑人的行踪 是专案组的首要任务 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手段 传业到杨勇 在广东 有一条汽车的销违章记录 通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 这条销违章记录的产生时间 正是专案组民警 到达深圳的前一天 据此民警判断 嫌疑人杨勇很有可能仍在驾驶该车辆 随即专案组决定 采取以车找人的方式 确定嫌疑人的落脚点 在深圳警方的协助下 办案民警调取了大量的路面监控信息 经过对大量监控视频的逐一排查 警方终于获取了 嫌疑车辆的行动轨迹 我们在这个停车场里边找到了这辆车 然后根据这个车的在停车场的进出场信息和进出场录像里边 提取到了清晰的嫌疑信息 最后确定这个嫌疑就在港东这个地方出现 由于不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住址 及其是否还有同伙 办案民警决定暂时按兵不动 刺激抓捕 经过几天的蹲守调查 办案民警最终确定 杨勇独自一人 藏匿在停车场旁边小区的一间出租屋内 2018年7月24日下午 民警将准备外出的嫌疑人杨勇抓获 3 2 好 脱 没啥东西了吧 我给你清点 你从这屋拿来东西啊 在其居住的出租屋内 警方缴获作案电脑一台 手机三部 银行卡三张 落网后的杨勇 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那么 案件头目杨勇 是如何精心编织起 网络诈骗 这张罪恶之网的呢 案件规模庞大 被害人众多 嫌疑人如何精心构建网络骗局 随即游戏隐藏巨大骗局 案箱操作 如何非法牟利 按照群主制定的福利规则 介绍玩家的拉手 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平安365 有去无回的红包 正在播出 经过对杨勇的初步审讯 警方得知 通过高额反线为诱饵 发展下线 拉拢玩家进群游戏 并通过暗箱操作 干预游戏结果 是杨勇团伙的主要作案手段 据其交代 警方先后在汕头市 邢台市 秦皇岛市等地 抓获下线10人 而拉拢离血进群的周先生 正是该团伙的一名下线 同时杨勇向警方搅带 由于自己没有遗迹之长 整日靠打零工为生 平日里唯一的消遣 便是上网 在上网期间 杨勇偶然看到了一篇帖词说道 在QQ群里 抢红包的玩法 获利不小 在人家的群里面 玩着玩着就结束得 然而 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 杨勇发现 这类游戏 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容易 而又来钱快 而是输得多 赢得少 很快 自己多年打拼赚来的 三万元积蓄 也被挥霍一空 失去钱财的杨勇非常不甘 偶然间他想到 能否自己成立一个QQ群 自己做群主 从而获利呢 同时杨勇还想到 在群里发展一些下线 由他们替自己拉拢玩家 进群游戏 按照群主制定的福利规则 接上玩家的拉手 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群主一般是 叫群里面的人拉人进来 拉进来的人 有玩的 然后按那个流水给福利 就这样 有杨勇做群主组织游戏 通过众多下线 以风险小 回报高等借口为诱饵 陆续拉拢玩家进群游戏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该QQ群成员便达到200人之多 而令人疑惑的是 在这个看似随机性很高的游戏中 杨勇是如何做到稳赚不赔的呢 据嫌疑人交代 要做到这一点 猫腻就在于一款外挂软件 它外挂是 比如说花个20块钱 买雷只买个亿 比如说那个 剩下最后一个红包没抢 没有雷的话 那个外挂会自动抢 如果有雷的话 它不会抢 也就是说 通过这款非访的外挂软件 只要简单地设置 杨勇便可以在游戏过程中 有效规避众雷的风险 同时根据杨勇交代 在QQ群成立之初 为了避免其他玩家 怀疑游戏真实性 他会安排下线 多次赢钱 待群里持观望态度的玩家 纷纷放松警惕 参与其中后 杨勇便开始利用外挂软件 在后台操作 非法牟利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杨勇便非法牟利近100万元 通过对案件的进一步侦查 警方发现 群内200多名成员 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据警方初步判断 该案涉案金额达600余万元 目前杨勇等人 被关押在河北省 新黄岛市府宁区看守所 等待案件的进一步调查审理 由于其肆意挥霍 被害人被骗钱款 已无法追回 好在他们通过这起案件 提高了防范意识 对于网络诈骗 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当前社会急功近利 心态浮躁 是现代人的通病 在本案中 希望不劳而获 一夜暴富的心态 也是被害人 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 针对此类案件 平安365提示 一要谨慎对待 以高额利润回报 为噱头的网络游戏 二不要相信网络上 陌生人的花言敲语 防止被骗 三如在网络上 发现类似小红包的 这种游戏 不要参与 一旦发现自己被骗 及时报警 2018年9月23日 山西高速交警 四支队六大队民警 在金坤高速巡逻时 发现一辆小型货车 停在超车道上 而驾驶员正在车后 检视散落在车道上的纸箱 在民警的协助下 驾驶员将车 转移到了应急车道 并将路面上掉落的纸箱 清理完毕 怎么掉下来的 最终驾驶员 因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 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 被处以罚款200元 继六分的处罚 捆扎好 没事不着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